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神菩萨它是大慈大悲的 那么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和命运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 它让我们走进了自身解脱的道路 让我们忘却烦恼 所以台长上次跟大家讲 千咒万咒不如大悲咒 大悲咒它是让广大的佛子 非常有受用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 你把大悲咒注入心中 你就把佛的智慧注入了心中 你把所供的水 供给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所念的今世大悲咒 你的水就变成了大悲水了 所以就等于有一种语论 语路之论的那个感觉 让我们能够引用此甘露 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持大悲咒 能够得十五种善生 可以免除十五种饿死 大家肯定想知道 我们经常念大悲咒的人 有哪十五种的善生呢 实际上你 如果你常念大悲咒 你所生之处呢 常逢善王 善王呢就是 你所生出来的这个国家 这个君王啊 就是非常的善良的 善良 二呢第二种呢 是常生善国 就是你经常会生到 那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国度里面 三呢是常值好时 生出来人的命啊 其实很有讲究的 因为有的人的命啊 生出来之后啊很苦 正好生到那种饥荒啊 生到一些不好的年代呢 比方说二次大战打仗 很多的稀里糊涂的 就送了命了 所以这就是你 没有值好的时光 那么第四呢叫 常逢善友 常念大悲咒的人呢 经常会逢到善良的朋友 第五呢叫 生根常德巨主 生根常德巨主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的内心啊 身体啊 还有你的本性啊 经常得到圆满 圆满巨主 第六呢 你会经常得到道心纯熟 也就是说 有的人听佛法 听了一辈子 他都不知道 这个佛法到底讲什么 就会念经 这个修心都不知道修什么 道心纯熟 就是悟性 比较会开 悟性开 然后呢 就是第七呢 就是不犯境界 不犯境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人啊 因为你啊 经常念大悲咒啊 你就不容易犯 这种戒律啊 第八呢 所有眷属 恩义和顺 就是说 你常念大悲咒的话 你所有的亲戚朋友 恩义如愿 如顺 就是和顺 就是说 你的 大家都很讲义气啊 很讲友情啊 非常和和睦睦啊 顺顺利利啊 我们 我们最近有小朋友 家庭不顺的话 那就是 大悲咒念的还不够 第九呢 是资聚 财食 常得 丰足 资 就是资粮啊 聚就是聚 工具啊 财就是财产啊 财物啊 食就是 吃的东西啊 常得 丰足 丰 就是丰收的丰 丰满 丰满 丰足 啊 常得丰足 第十呢 就是恒得他人 恭敬 就是恒得 经常恒就是永恒的 得到他人的恭敬 啊 福皆 啊 就是经常帮人家扶持你 帮助你 啊 常念大悲咒 那么十一呢 就是所有财宝 无他掠夺 也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的财宝啊 你因为常见大悲咒之后啊 你就不会被人家拿去了 因为你要知道财宝守是非常难的 很多人赚了钱守不住的 很快就没了 啊 被人家骗了 啊 被人家坑啊 坑门拐骗了 就钱就没了 啊 所以你得到的都是暂时的 第十二呢 就是 意欲所求 姬息 称足 就是你意念当中 只要你所求的 姬息 就是所有的都能 称足 足就是 足心愿的足 都能称足 就是都能得到 那么十三呢 就是龙天善神 横肠 这个拥护 啊 护持了 就是 那么这个大家都懂了 你常年一念大悲咒的人 龙天护法都来护持你 你说鬼会上升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嘴巴里整天念的大悲咒的人 他没有灵性啊 他没有这种鬼可以产生的 啊 第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 闻法 你看 我们上辈子念了很多大悲咒 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念了大悲咒 而我们现在 生在 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就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你今天能够闻到佛的佛法 你就是自己的智慧所生 就是因果 所足愿 十五 所闻正法 悟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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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你所闻到的 所听到的正法 佛的正法 你悟开悟了 圣 圣 圣 就是非常 你开悟了 非常圣 圣 就非常深奥的佛意 佛理 佛意 所以很多人 学佛一辈子 他只是了解的出钱 他对佛法没有 圣 圣 这个意义的了解 所以你不可能能够理解 不可能得到解脱的 所以学佛要真正得到解脱的话 你必须要 对佛法有很深的理解 很深的理解 那么 这个十五 就是 恶 十五是 十五种 十五种恶死 那么现在 刚刚跟大家讲了 一共讲了十五个善生 十五出 十五种的 善生 还有十五种恶死 我快一点讲 十五种恶死 就是你经常念 大悲咒的人 第一 你不会饥饿 困苦死掉 死的时候 有些人会饥饿 困苦死 有一个人 他家里 非常有钱 他叫太长 说 太长跟他说 你最后会饿死 他说 你开什么玩笑 他说 我钱一辈子都用不完 几辈子都用不完 最后他是生 食道癌死的 就是饿死的 什么都不能吃 骨瘦如财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钱没钱的问题 饥饿困苦死 第二 家境 账 除死 就是 家 就是人家过去把你 监禁啊 把你 上 刑法啦 家们实际上 家是什么 就是 家锁了 家 过去 家锁 仗促死 就是用这种仗啊 把你打死 第三 冤家 冤家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冤家对头 就是冤家 跟你 跟你 打呀 打了对后 最后把你打死 第四呢 军政相杀死 就是你在 这个打仗当中 在当中被人家打死 第五呢 虎狼 恶兽 残害死 你想想 被动物 吃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 如果你被狼被虎 一个腿把你咬掉了 然后一个手把你咬掉了 然后再咬你的 大腿在咬你的头啊 咬你的胳膊啊 你说什么 这种死法 这个简直 太残忍了 所以你要多年 大陪手就不会有这种死 第六呢 毒蛇 啊 这个毒蛇 完蟹 所终死 就是你不要被人家 就是 毒 就毒死了 被人家毒啊 就是 被蛇咬一口了 蟹子啊 都有毒的嘛 啊 人家说毒蛇 这个猛兽啊 或者蟹啊 所终死 就是被他弄死 啊 叫毒蛇 完这个虫子边旁 一个圆 一圆两圆的圆 蟹呢 就是一个虫子边旁 一个蟹脚的蟹 蟹一伙的蟹 所终死 所 终 终就是在当中死掉 就是不要被他们咬中 第七 水火 坟飘死 就是说你在水当中 被自己淹死 在火当中 啊 你会被烧死 啊 这个这些东西 连大悲肉都不会 不会有这个报应的 第八呢 叫毒药 所终死 很多人呢 吃药不当心 被人家毒死 啊 这种也有 你常见大悲肉 就不会这样 啊 啊 第九 虫毒所害死 就是虫啊 被人家毒虫啊 一咬 死掉了 啊 最近不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被 一个 从来没看见过的一个 个虫 咬了一口 回去一直腫 一直腐烂 一直腫 一直腐烂 看了几个月都看不好 最后就是这块地方 慢慢的扩散 最后死了 啊 第十呢 叫狂乱 思念死 实际上这个狂乱 思念死呢 就讲到了什么呢 就讲到 脑子坏掉了 啊 意念 所以很多人疯掉了 就是狂乱 思念死 疯掉了 啊 一个人疯掉了 啊 意念都没了 哎呀 什么都记不住了 哎呀 疯掉了 所以很多人 发疯最后死掉 自杀了 就是这种 这个你常念 大悲者就不会 第十一呢 是山树 崖岸 堕落死 坠落死 就是你跑到了山上啊 在树上啊 在悬崖边上啊 在岸边呢 啊 坠落 掉下去死掉 这种下去的时候 要叫的很痛苦的 往下不知道 一失叫 啊 就这么下去了 这个时候 你再叫 大悲者来不及了 你平时要多念的呀 啊 第十二 恶人 啊 厌 啊 厌这个 魅死 恶人 恶人 大家知道 厌就是讨厌的厌 魅呢 就是一个鬼 鬼字偏胖 一个磨 啊 死 啊 这个实际上 就是被人家 啊 被人家弄死 啊 被人家 用各种方法 啊 这种啊 啊 嫌弃你啊 就是 这个把你啊 用这种各种 不好的方法 把你弄死 第十三呢 是邪神恶鬼 得便死 啊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会 不 你不念大悲者的话 邪神恶鬼 啊 会把你弄死 得 得到便死 啊 让你得到 马上就死掉 所以很多人 一碰到邪念了 恶的鬼了 哎呀 抽筋啊 然后 马上就走掉了 你念大悲咒的话 他就不会来 第十四呢 是恶病 缠生死 啊 很恶的病 治不好的病 缠生死 第十五呢 就是 非愤 自害死 啊 就什么意思啊 就是 啊 就是 你自己啊 不当心的 把自己害死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 因为他有大悲心 大悲愿 我们可以凭借着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所以我们恭敬的礼拜 观世音菩萨 经常慈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们会得到 无量福的了 而我们会灭罪 无量业的了 所以多念大悲咒了 临终还可以往生 这个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 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 除有牵手牵眼 帮助众生之外 他更有二十八 都的 那个众 啊 都 众生的护法 他为 二十八部的 众生会护法的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 这个这个 曾经在 牵手 那个观音 造次第法 一规当中的记载 对不对啊 观世音菩萨 其尊啊 是正面 天观上 有三 从 啊 第三从 有二十八部种 各有什么呢 各有各个形状 所以你去看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全部啊 这种佛像 你看观世音菩萨 他的佛像显化 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一种 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 大家想知道 哪二十八部呢 啊 且听下会分解 啊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 所以师父呢 台长呢 跟大家呢 就讲到这里 啊 那么 下次呢 台长继续跟大家讲 啊 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部 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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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第三种的 二十八部 就是实际上在 观世音菩萨的 正面 啊 天观上 实际上就是在 他头顶上 那观世音菩萨 你看他头顶上的 那些 啊 帽子啊 他上面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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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菩萨 各种各样的菩萨都在 有二十八部 啊 比方说有这种金刚啊 有很多了 啊 这个 陀罗尼啊 对不对 我下次跟大家讲 这个都是菩萨的名号 啊 各 每位菩萨各有 他的那个法力 所以观世音菩萨 真的 你一叫他 一求 牵出祈求 牵出印啊 啊 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么下次我们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